大家好,我叫吳姿茜 那我练习瑜伽已经十多年 那目前这两年也开始做全职瑜伽的教学 因为接触了阴瑜伽之后 我对这个中医经络非常的有兴趣 那刚好凤凰老师在2017年 他将中医经络跟瑜伽做了一个结合 开了一个工作坊 那我参加了之后就觉得 这个工作坊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它让我更加了解中医经络跟瑜伽 他们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去强调当天想要刺激的经络 在上课时他也会去提醒我们 要去觉察身体的感受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 你会特别的去觉察到身体气血流动的不同 以及身体好像某一些经络是比较塞住的 那就可以特别去强调这些动作的练习 在上凤凰老师的课程最明显的变化是 你会对于你身体气血流动的这个感受变得比较敏感 你也可以去知道说原来不同的季节 还有身体不同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选择相对应的经络来做练习 我在自己练习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是盯着荧幕看 那慢慢的我可能只需要听老师声音的引导 就可以来做练习 所以是我在家里练习的很好的帮手 凤凰老师的课程他总是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去感受身体 所以自然而然你会对于身体的经络气血流动的觉察变得比较敏感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保养圣品 让你可以自然的散发光和亮